刘德华拍投名状演技爆棚 为何评奖环节还是败给了李连杰 2007年导演陈可欣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决定拍摄一部自己不太擅长的动作片投名状 还请来了刘德华和李连杰担任主演 作为影片的两大主角 刘德华和李连杰难免会被观众拿来对比 电影投名状上映以后 刘德华的表现也是备受好评 刘德华真是文武双全 刘德华饰演的赵二虎可以封什么 不过在评奖环节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 刘德华和李连杰一起入围了第27届金像奖影帝 横走奖杯的人不是刘德华而是李连杰 明明刘德华拍投名状演技爆棚 为何评奖环节还是败给了李连杰呢 下面这段李连杰的采访也许就是答案吧 你便对全球的观众年龄不一样 文化程度不一样 对看同一样东西理解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有人说 不好还可以 无错挺好 很大突破 其实这个结果我一早就知道 所以对我来讲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我问星龙会努力的 尽了自己努力去完成导演戏中的故事